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髮大师奴君洪台长 是澳洲东方法语电台的台长 红阳佛法与中华传统文化已有20年 奴君洪台长创立了心灵法人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博念经的热情 近年来奴君洪台长的红髮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其中包括北美 亚洲 欧洲 澳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起巨大转动 现在全世界已有超过500万人 跟随台长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国法 卢君洪台长的网站更在短短的三年内 点击率超过2000万人 卢君洪台长的信众遍及世界各地 涵盖社会各个阶层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敏验事迹举不胜举 数以百万计的朋友 通过修行心灵房得到心灵解脱 改变命运 离苦得乐 因此 卢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2012年7月 由英国仁敦主办 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卢君洪台长荣获世界和平奖这一殊荣 10月份又获得了由英国国会上议院颁发的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在2012年9月 卢君洪台长应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 做大型演讲 这些沉寂与殊荣 不仅是世界宗教界 学术界 西方主流社会 对卢君洪台长 数十年如一日 广度众生 弘扬活法的最高肯定 也是我们心灵法门 学佛人的无上骄傲 泰国佛有众多 佛光普照 更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 卢君洪台长 慈悲挂念着泰国的众多友人 特意来到泰国与大家 广结善言 在昨天的悬议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上 大家亲眼目睹了 卢君洪台长 葡藤世界的灵验神奇 佛法的法力能边 今天 卢君洪台长将再次为大家 慈悲开示 相信 天时 地利 人和 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与龙天护法的护持 本次法会定会非常殊胜圆满 我们今天的法会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随后 卢君洪台长将为我们 慈悲开示 接下来 再有几位同修上台 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学夫体会和感悟 随后 卢台长将会当场看图腾 解答问题 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前准备 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问的是在世的人 需要告知他的出生年份 生肖以及性年 如果恭请卢台长看过世的亡人 则需要告知亡人的性名 以及准确的写法 现在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邀请我们慈悲开示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请我们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请 wirken 连自来的写法 请我们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请我们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希望我们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尊敬了卢君洪台长 祖杯開智 感恩大慈大悲的觀心菩薩 感恩龍天護法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和各位嘉賓的光臨 佛情友情歡聚一堂 天地人合一 能讓我們擁有美好的心靈和愛 讓愛在佛光圖照下 讓我們所有的人共同沐浴 謝謝 泰國素以千佛之國文明於世 佛教的清和包容和慈悲 的民族情懷在黃袍佛國 是泰國柔性文化的基礎 所以也是世界佛教傳播的聖地 能來到這裡弘揚佛法 是皆佛員 是每位學佛人和台長的善緣所致 我再一次感恩你們 也再一次感謝所有的佛友們和嘉賓 今天我們歡聚一堂 在即將到來的泰國新年之際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這個世界天災人禍不斷 泰國的水災造成了將近有 一千人的死亡 四百四十萬人困於水中 還有洪水無情 但讓人們反思的想到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 怎麼樣能夠避開災難 得到菩薩的保佑 所以我們必須要拜佛 要求佛 首先要保佑眾生 因為眾生是有佛員的 所以需要慈悲的去幫助他們 只有眾生的平安 我們才會得到平安 財長曾經告訴大家 有一個村莊面臨的洪水 有兩種人兩種意見 一種人說 我們應該在村口 鑄起一個大壩 不要讓洪水進來 每一家每一戶都要為這個水壩出力 同樣的 還有一波人說 我們不在村口住壩 我們在每個人的家門口 全部鑄起自己的壩就可以 最後 還是想在家裡鑄起自己圍牆的人多 洪水來臨 把整個村莊全部的都淹沒了 說到這裡 就是要懂得一個大乘佛教的道理 也就是說 你要想幫助自己 你必須先幫助別人 你能幫助到別人 你就保護了自己 所以我們學博人 首先要幫助別人 自己才能得到佛性和平安 眾生在末法時期 因為天災人禍 所以是共業所為 也就是說 大家都在做很多 不如理如法的事情 所以天災人禍就不斷 所以我們現在學博人 就是要改變氣場 大家想一想 小的氣場 留在家裡的氣場 今天夫妻兩個人爭吵不開心 你講一句話 我不要聽 我講一句話 你不要聽 這就是氣場不相合 我們整個的宇宙空間 也是講究一個氣場 想一想 如果大家都和睦相處 這個城市就是和睦相處 這個國家 大家都是和睦相處 那麼這個國家的氣場就非常好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和睦相處 那一定沒有戰爭 只有和平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來抵制我們的共業 人惡禍制啊 一個人如果非常的惡 他的禍就來了 人善福制啊 一個人如果很善良 他就會有福氣 所以很多人經常喜歡講人家不好的人 他很容易被人家講 這就是人為什麼經常會自己找自己的麻煩 有一位老和尚帶著兩個徒弟 一個小徒弟在洗碗 一個大徒弟 衝衝衝衝衝跑到大和尚 老和尚這裡來說 師父師父 小師弟把碗都打碎了 老和尚笑嘻嘻的開掌和他說 嗯 他是打碎了 嗯他非常不好 我相信你以後永遠不會打碎完的 這個意思就是告訴他 人都會犯錯 所以不要去說人家不好 因為你也有可能被人家說 所以學博人要自律 自度才能度別人 佛門裡面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叫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實際上你們知道這個屠刀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人身上的 貪稱吃 這就是殺我們的屠刀 為什麼 因為人一貪心 就把刀割在自己脖子上 我今天不貪 我得到了更多 我越貪我越難過 我心裡越不舒服 那這就是割你心的刀 貪不到就難受 所以稱恨別人 讓自己也是非常的難受 經常貪念四起 而且經常稱恨長起的人 他一定會慢慢的就變成愚痴 所以很多人為了去對付別人 他經常會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 所以台長希望大家要懂因緣 實際上在一個因緣的世界當中 我們人跟人的接觸都是因緣 如果好的因緣 那麼可以延續很多 如果一個不好的因緣 那麼讓你會衰敗很多 所以台長希望大家 學博要懂得珍惜因緣 想一想 我們過去的好朋友 我們過去的親人 很多人都離我們而去 實際上就是因緣段 希望大家珍惜現在還有的因緣 今天我們還有好的朋友 我們今天還能自在的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今天還能快快樂樂的 在這個世界上活著 無病無痛無災 那就是佛緣啊 那就是福氣啊 所以珍惜因緣 你就擁有了生命 不珍惜因緣的人 就遺失了生命 要知道因緣 那是我們的生命啊 因為因緣會讓你有果報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因緣 那麼我們才能得到善良的果報 能不能讓這個話題再響一點點 好嗎 台長告訴大家 有一個人和一個朋友去散步 他跟這個朋友呢 是他認為小學裡最傻的 最笨的一個同學 現在呢 是一個鄉鎮企業家 就是生意做得非常的好 當他們走到一個岔路口的時候 看見一個盲人拿著棍子 咚咚咚咚就走過來 走過來之後呢 這個盲人呢 就沿著他們要走的那條路呢 慢慢地再摸索地往前走 然後呢 走得很慢 他與朋友邊走邊談 他談到他們兩年 他這個人兩年 兩年當中五次跳槽 就是五次換工作 到現在也是非常的困惑 而且經濟上各方面都不行 所以朋友就沒說話 再微笑 這個時候 這個人突然之間回頭一看 誒 那個盲人怎麼沒了 他的朋友就告訴他說 因為我們東看看西望往 我們一邊走在一邊閒聊 而他就是這麼專心地在走路啊 聽了這句話 他心裡非常的震慘 難道我們人不就是用這麼深刻而有盡的道理嗎 每個人只要沿著自己 認為是好的路往前去走 一門心思的精神去往前走 你一定會走到成功 而我們今天很多人就是東看看西望往 遺失了我們的人生 讓我們到現在一無所成 我們學博人也是這樣 我們不能東看看西看看 我們要一門精進 既然我今天學博了 我就要像一個學博人 我就要一門精進 這樣你才會得到無限的效果 讓你得到更多的智慧和發喜 所以很多人說修心和修行 實際上一個人的行為是由心理造成的 當你心理不開心的時候 你的行為就會讓你不開心 所以一個人的行為代表著你的心理 所以在科學家有一句叫心理行為 所以台長跟大家說要學會命會和生會 命會就是你的腦子非常的有智慧 碰到什麼事情 你馬上就會想出辦法出來 生會是你做出來所有的舉動 都是非常有智慧 台長說一個笑話給大家聽聽 一個小孩子讀書非常不用功 他的媽媽就是不懂得生會和智慧 跟孩子說你要用功啊 你非常不用功啊 你看看你再不用功讀書讀不好 跟你爸爸一樣工作工作不好 老婆老婆也找的不好 小孩子說媽媽你終於說了一句實話了 說明一個人不當心就會把自己的意念 一些理念說出來 所以人生很重要 需要有智慧 智慧是什麼 就是冷靜 一個人冷靜 就會慢慢的有智慧 智慧是什麼 情思考 少說話 所以我們中國人講一句話叫 沉默是敬 一個人話太多了 他智慧就不會藏在他的身邊 所以話少的人 他會冷靜對待所有的事情 他會有智慧 而且滴滴不休講話 從來不知道停止的人 這個人智慧不多 所以希望大家 學伯人為什麼要懂得聚敬 就是要敬得下來 所以學伯人說 戒定慧 首先你要戒 就是不要去做那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你才能心定的下來 然後心定下來 你才會有智慧 看看很多法師 基本上從來不講話 你說半天 他衝著你說一句話 阿彌陀佛 他們是最有智慧的人 希望我們碰到什麼事情 不要緊張 不要慌亂 要學會安定 所以 台長告訴大家 我們做人 真的要擔心 有的人 這輩子在人間做的不好 就會下輩子 叫披毛帶腳還 實際上 很多人說 下輩子 我這輩子不能還你 我下輩子一定披毛帶腳還 這種話不能說的 因為你說了這些話之後 他地府都有關給你記錄 在台灣的鳳山農村 有一個地方生了一頭牛 這個小牛生出來肚子上有三個字 這三個字就是臨村的一個人 而臨村的這個人 就是經常跟他們這個村裡人鬧意見 打鬥了一個主要的山寨王 所以這個人的名字在這個小牛身上之後 他們山寨知道報應來了 就拼命的去跟他們去講 要把這頭小牛賣回來 而這個山寨知道他們報應到了 已經投了牛了 就拼命的不肯把這頭牛賣給他 你出多少錢我也不賣給你 就想折磨他 讓他耕填種地 讓他來還 想一想 後來還是通過很多的長老過去幫他們講 最後把這頭牛賣給了他 賣給了他之後 他們兩個村莊化解冤結 但是從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 一個人如果在人間不好好的修行 真的有皮毛帶交換啊 要注意 人總是這樣 我們人對親近的人太口渴 對陌生的人又顯於過量的寬容 實際上因為對自己熟悉的人 人總是覺得你左不順意右不順意 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因緣果報 所以當一個人對某一個人特別好的時候 對方反而會對他特別不好 那就是還債 如果對一個人 人家對你特別好 你一般的不會太介意他 那就是他欠債 所以懂得這些道理 你不管每一件事發生的時候 你要懂得你聽到的 我實際上很多很不是一種事實告訴你 當一件事情發生 我告訴你啊 你知道嗎 怎麼怎麼怎麼事情 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實的 一定是對方的推託之詞 而事實的真相 這件事情 往往是你自己的預感 預測中那種最壞 或者最惡的那個事情 所以我們人活在世界上 對事物的理解 不一定都是對的 台長告訴大家 有一隻驴 他幫著主人過河 這個驴呢 身上這個堆著很多的鹽 他不當心的跌入了河中 跌入了河中呢 他起來之後發現 他在身上突然之間清了 大家知道 鹽一碰到水就化掉 這個驴想啊 哎呀 多好啊 我已經學到經驗了 第二次 驴幫主人 駝棉花又過河了 他覺得過河太累太重 他假裝跌倒了在水裡 沒有想到 棉花進水 越來越重 最後把這隻驴淹死了 人要學會 自己的思維不一定正確 自己對事物的理解不一定對 希望大家要懂得真正的真相 那麼台長今天告訴大家 他輪迴的真相 很多人都知道六道輪迴 實際上輪迴是什麽呢 是因為因果是由你的外心所造作的 因為外心是什麽 就是作孽 因為你的思維上起了不好的念頭了 所以你的精神也會起不好的念頭 舉個簡單例子 你說我沒有做這個動作 我沒有說這個話 我沒有做錯了 想一想 如果一個人天天路過銀行 我從來沒進去搶銀行 但是我路過銀行的時候 我看一眼 心裡在想 我真想進去拿他一把 我再出來 想一想 這是不是意識在犯罪 所以意識犯罪 實際上人也是在犯罪 希望大家要懂得 你的念頭只要移動 你已經在造六道輪迴的因了 所以希望大家念頭都不要亂動 因為你念頭一動 你的心就會顛倒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 本來家住的挺好的 在我們澳大利亞 很多的移民 剛剛過去的時候 有很多的香港移民 他們到了澳洲之後 人家跟他說 哎呀 有一個房子啊 是這種啊 這個三房一廳 這個廳大得不得了 哎呀 多少多少錢 他一想 在澳大利亞買房子這麼便宜啊 哇 三房一廳啊 這麼漂亮 在香港花這麼多錢 只能買個兩房一廳 而且很小啊 他開心了 哇 買一個房子去投資了 住的很開心的 天天開開心心 住的很開心 好了 人家叫他到別人家去參加聖誕節 要Party 就是那種聚會 或者參加一些人的生日宴會 到了人家家裡一看 那種花園洋房 哇 哇 我的爸呀 這麼大 豪宅呀 回到家 看到這個三房一廳 怎麼也不舒服 怎麼看怎麼難過 怎麼想怎麼不舒服 天天難過 我要換 我要換 然後心裡就不舒服了 時間長了 病也來了 心臟不舒服 天天想去賺錢 所以這個人的心態就變了 這就是人為什麼要控制住自己 所以輪迴就是產生不正見 所以你看了不正了就是歪了 所以學國的人和人的觀點都是一樣 台長經常跟你們講 一個鐘 不管什麼鐘 只要走的正 那就是正就是好的 如果這個鐘 哪怕你慢一分鐘半分鐘 快一分鐘半分鐘 那你這個鐘就是走偏了 我們學國也是這樣 我們只要學的正 那麼我們就是正鐘 如果學的不正 我們就是天的鐘 希望大家在學國當中 要正信正念正實 那你才會成立於正實正硬感 也就是說真正的學到佛的正的東西 叫正佛 台長經常給別人在節目當中看圖騰 那麼有一個人呢 他呢是在那個自己的在我們澳大利亞一個黃金海岸 他買了一個房子 他一直想把它賣掉 但是一直沒有賣 賣不出去 沒人還價 那麼他就跟台長說 台長我念經之後能不能把這房子賣掉 我說你試試看吧 結果他念經之後啊 開始念他就求了菩薩 我當時跟他說你不要馬上求菩薩 你念到一定的時候再求菩薩 可能效果會好 結果呢他一念經 沒多少時間呢他就求菩薩了 結果呢第二天他就有人來看他的房子了 而且他第二次又求菩薩 念小房子說把我的房子快點賣出去 馬上就有人開架了 只有休憩六個星期 他兩年沒賣掉的房子 居然在六個星期賣掉 我給大家聽一聽錄音 謝謝大家 好 台長你好 你早說啊 我是剛剛排進你房子的 真的是很明很明的 台長我告訴你 因為以前我在郭郭寺這個出租的房子 一直賣賣賣 根本都沒人來看 也沒人來還價 但是我念經之後也沒有許什麼願的 我就這樣一直念家 後來我就想 那我要許一下 也要說我希望路上幫我就是趕緊 把這個房子賣掉的 然后我就开始烧这个小房子 然后那一天那个A子又打电话来了 说已经有人来要求来看房子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就在菩萨面前 就是每念一种心 我都跟菩萨讲 就让菩萨尽快地帮我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然后那一天那个A子又打电话来说 有人已经开架了 所以你说台长是房门多灵 真的真的 我才修了六个星期呢 就开始念经念经 然后开始烧小房子 真的是很没很没 谢谢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呢 房子卖不出去呢 也多多念经 但是要先修心才能念经 新修的好房子才卖得出去 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啊 我怎么没有贵人员的了 人家都有贵人帮助 为什么我没有贵人员呢 台长告诉人家 很多人有贵人帮助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怎么样会有贵人 大家说好不好 教你们的方法好了 很简单 你把每一个人 你把每一个人 见到你的人都当成你的贵人 你对他们都非常好 你的贵人员已经形成了 当你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的贵人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帮助你 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贵人的气场 得到贵人的气场 加上人的气 也就是说 你就会得到贵人帮助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学博人 把所有的朋友 都当成你的贵人 所有的人都给你帮助 你不就是有的贵人员了吗 所以希望大家要知道 人跟人 有时候心气不通 没有关系 那是因为夙愿 就是上一辈子来的 所以很多做妈妈的 一看见孩子就说 哎呀 跑再回来了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 抱住一个小孙子 我的小祖宗啊 你们知道吗 台长经常看见 很多小孙子生出来 真的是他过世的祖宗 再偷胎到他家呀 不讲不知道 一讲吓一跳啊 这些小祖宗 自己的爸爸妈妈 自己的爷爷奶奶 全面跪在他面前 给他打耳光 眼睛把他拉下来 还说小孩子的手这么灵巧 大起来一定能弹钢琴 话音没落 啪又一下 真可爱 那不是祖宗是什么 希望大家好好好的懂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人在做善事的时候 就在不断的击辅啊 我们人在做恶事的时候 就是不断的在消腹啊 你们知道我们用信用卡 这个credit卡 对不对啊 我们有时候自己有这么一点信用卡在钱在里面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啊 拼命的用啊用啊用啊 等到用到一个月这个账单来的时候 一看我用掉这么多钱啊 你们现在前世带来的一点福分 你们今世就在不停的用啊用啊用啊 等到哪一天账单来的时候生病了 生癌症了 突然之间撞车了 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们的信用卡里 已经已没有这个信用了 所以你们就会受到报应 希望大家在有信用的时候 多做善事 多鸡不得 我想那么你们的信用卡是永远不会透支的 台长告诉大家 过去很多皇宫里都养了很多的赛亚那些高僧 过去的旧社会就是很多年以前 那些高僧啊 他们都眼睛和有预感都也有神通了 而那些神通的人呢 他们呢在这个世界上呢 他们受到国王聘用到他们的皇宫里 这个 高僧啊 在皇宫里有一天跟国王就说了 国王 启禀国王 平生要离开皇宫 那么国王就说 为什么 因为国王这里很快就会有灾难了 你这里的城民和你很快就会被大水所淹没 就像河里的鱼一样 国王说 何以戒得呢 就是你怎么知道 这个僧人告诉他 在城外有两头十狮子 这两头十狮子如果眼睛里掉血了 流眼泪是血了 那么这个城市在一个月左右 他很快就会被水淹没 那么国王听后非常的难过 就送平生走了 然后国王天天害怕 又怕告诉别人 引起城中的居民的恐慌 他就跟女儿说 公主 请你天天穿成普通人的衣服 到城外假装去买菜 天天看看两头十狮子 眼睛里有没有血 结果这个女儿就天天到城里去看 回来告诉爹爹没有 爹爹就放心了 好几天的出现 那么有几个做生意的人 他们一看 哎呀国王的女儿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天天来看 一定有问题 好几天去问这个女儿 说为什么你要来买菜 你是国王的公主啊 公主被他讲得实在不行了之后 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知道 只要这两头十狮子眼睛里流血 这个城市就要没了 那几个生意人一听 好机会来了 我们可以发财了 然后他们就想做这个贼 很多几个生意人 串通起来 把牛和羊 把他们的血 等到这个女儿公主来买菜的时候 放在这个两个狮子的眼睛上 这个公主 这一天跑过来一看 两头狮子子 第一边全是血 吓了 赶紧回到家 国王大师不好了 这个城很快要淹了 因为狮子流血了 所以国王一听 马上就开始搬迁皇宫 把皇宫卖掉 把所有的一切值钱的东西 全部卖了 那些商人一看 计划成功 马上就跑得去 把皇宫买了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买下来 开心啊 皇宫沿到山上去 这个城他们就做皇上一样 天天在皇宫享乐 一个星期之后 狮子眼睛真的流血了 因为他们看不见 已经被羊血和牛血遮住了 一个月之后 潮水涌向了村庄 这些商人和这个皇宫所有的人全部淹没 因为皇上国王走的时候 把很多的城民带到了山上 而那些贪心的生意人 就被海水全部的淹没了 这个故事说明 人不能去贪 因为越贪越贫 大家都懂得 中国人如果文字当中 一个贪字和一个贫穷的贫字很像 贪字和贫字就缺这么一点 如果你一贪 这一点就是你的心 越贪的人越贫 真正富有的人 是知足常乐的人 真正富有的人 是不贪的人 今天还在贪 明天还在贪 他永远是一个贫穷的人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天天肯付出的 帮助别人的 那就叫圣人 天天想占人家便宜的 那就是小人 希望我们学国人 永远远离小人 我们要懂得 因为人生苦短 实际上 撒斯比亚歌剧里面 大家都知道 讲过一句话 人生就是受苦的 大家要懂得 我们在看一个 撒斯比亚歌剧的时候 我们坐在下面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以悲剧手场的 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人一定会死的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做更多的有益于众生的事情 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帮助人家的人 这样我们活得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悲剧 永远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人生 今天我们还有烦恼 就把烦恼放下 我们今天还有贪念 我们就不去贪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还有苦恼 把苦恼放下 我们开悟就是解脱 我们要明白 今天是今天 今天不等于明天 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昨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学国人永远要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台长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在回答问题 那么台长有一次呢 台长一个听众打听电话来 台长说这个听众的记性不好 偏头痛 腰不好 小扶胀痛 关节不好 他的毛病真的很多 还有内分泌是条 小便不好 所以最早的 台长找出他的根源 他心中有两件事情放不下 我给大家听一听录音 是当时台长在广播里回答的录音 谢谢大家 拍照啊 你好 我想给我看一下 试试你的头疼 我的头疼 你要当心嘛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的脑子啊 气性一塌糊涂啊 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头啊 有点痛啊 偏头痛啊 还有啊 你的腰很不好 是 还有你的肚子 小肤子里脏痛 嗯 是 还有关节不好 是是 明白了吗 还有掉头发 是是是 我就告诉你 现在你的内分泌 严重失调 所以你的睡眠也不好 小便不好 明白了吗 对小便特别不好 这就是我讲给你听的 你现在吃东西 我希望你吃东西要规范 不要早一顿晚一顿 很差的东西 吃在这个贼宝 有营养的东西很少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是个很对很对 哎呀 很对很对台长 哎呀 很对很对 我告诉你 你自己要懂得 你现在因为台长 刚刚看你出疼 你心中有两件事情 一直挂在心头 放不下来 就是造成你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身体才会这样 你明白了吗 嗯 好好好 台长说你有两件事情 对不对啊 孩子的事情 哎呀 好嘞 我是老大 所以我很苦很苦 谢谢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学佛人 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一定要学会勇人 所以学佛人一定要能够忍耐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不懂得慈悲别人的人 所以我们泰国是个佛国 台长知道泰国人非常的慈悲和勇人 所以才有千佛之国之称啊 钱可以买到床 但是你买不到睡眠 钱可以买到珠宝 但是你买不到美丽 钱可以买到房屋 但是你买不到家庭 钱可以买到娱乐 但是你买不到快乐 希望大家要懂得智慧 所以智慧有三种情况组成的 智慧 首先要考虑什么事情都要周到 帮人家想考虑问题要周到 第二要语言得当 做人讲话一定要语言得当 实际上人跟人的相处之道 就是要相互尊敬 第三要行为公正 我们做人做事情 行为一定要公正 一个有智慧的人才是无边无量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才是慈悲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间 保住自己的一切 珍惜佛法你就会拥有佛法 珍惜人生你会拥有这人生 这就是人生的哲学 所以希望大家要学博要珍惜自己态度 把握时间 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那你才是现在真正的人生 好 那么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台长呢 就给大家 开示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所收益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那么台长呢 有两个我们的佛友 讲一点他们的体会之后呢 台长呢 差一把脸汗很多 所以呢 我马上上来呢 给大家看图腾 你们凡是有什么家庭麻烦 过世的亡人 自己的孩子 还有很多 自己不知道的 所有的一些事情 台长都会当场给你们看 包括你们的身体 你们远在天边的亲人 台长都会帮你们看 好 那么让台长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给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感恩 感恩大师大师的吴迪彤台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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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